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中国的新冠病毒的应对策略 已经从所谓的防控感染变成了 以医疗救治为核心为中心 这样的转换并不容易 除了官方 中国官方现在普遍被认为准备不充分之外 还有一些原因 在中国的民间一些真实的事件 买不到药 看不上病 老年人的死亡率飙升等等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让人们感到恐惧 就是眼下的形势会怎么样 您可以听到来自殡仪馆的真实的声音 另外一点非常有必要强调 就是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过往 普遍被认为是清零派的专家 在反击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民进追击联系了一位顶级的病毒学家 这位专业的学者 看上去有话要说 要批评那些有意无意去制造恐慌的人 当然不管恐慌是不是继续增加 还要持续多久 现在可以看到中共的最高层 中国的最高层 那是不会转变思路了 来自香港媒体的最新的消息 中国对入境人士的隔离管控措施 很快就要发生变化 中国全面开放的事件 已经是越来越近 首先就来看一看一些真实的事件 它所引发的恐惧恐慌 是真实的 是强烈的 12月21日 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 不少市民中就在传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则告知 所谓的元氏县是石家庄下辖的一个县 这张照片能够看到 文字快速的念一下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心里比较的压抑 比较的难受 但是确实信息比较的重要 主要的内容 元氏县殡仪馆火化炉 近期应联系运转或使用 导致三台火化炉均不同程度出现故障 为能够更好的服务 人民群众经研究决定 自2022年12月14日起 暂停接收石家庄市区 市者的遗体火化工作 待设备检修完毕 并能正常使用后 另行通知特此告知 署名了有一个章 时间是12月13日 被伤也许要一定的时间发酵吧 所以离石家庄市区不到50公里的 元氏县的这一则消息 21日才被石家庄人发现 来听听元氏殡仪馆 12月21日的回复 说你们那里的火化炉都坏了 是有这个事情吗 医生正常了 也要等很久吗 不用太等 不用太等 透过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 可以看到这一纸告示为真 当然具体有多少人 送到了元氏县殡仪馆 整个石家庄的死亡的情况 这样的数据 恐怕也只有官方 能够总体掌握到 同样的透过这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 具体来说呢 这家殡仪馆每天下午5点下班 所以只要提前约好时间 那第二天就可以给他安排火化 同时在结合石家庄地铁日均流量 可以看到12月20日 12月19日 石家庄的地铁的人流量 突然是比较大幅度的增加 创下了12月8日 也就是12月7日 中国新十条以来的新高 总的来看 石家庄已经走出了 这一波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对新冠的恐惧有所缓和 洋乐的人也开始去上班了 接下去看北京 根据环球时报前总编辑 已经退休了的胡锡进先生的说法 那就是他的朋友都普遍的告诉他 近期很多老人 北京的老人过世了 是直接从医院就送去到殡仪馆进行火化 没有进医院的太平间 那胡锡进还特别介绍 他的朋友接触的圈子里 有不少老科学家老干部 那最近是噩耗评传 再透过北京地铁日均流量 这张表格您能够看得很清楚 12月20日12月19日 北京地铁已经有了所谓的早高峰 很大程度上和新十条刚刚推出来时候的地铁的流量 是比较的接近 所以某种程度也能够体现北京这一轮疫情 它的冲击波有所缓和 不少洋乐的人已经去上班了 在此前的一周 其实已经有台湾新加坡美国的媒体 多有报道北京的殡仪馆及火葬场是爆满 遗体冷藏贵不足 再结合胡锡进透露的信息 所以北京的情况呢 是和石家庄一样 已经出现了这一轮疫情的死亡的拐点 还是说呢 在所谓的平台期 高位运行 现在缺的就是数据 没有真实的准确的及时的数据披露出来 那只会造成恐慌 12月21日下午的时间 有IP地址显示为天津的视频博主 发出了视频 指他的爷爷是不幸离世了 因为染上了新冠 那他随手拍的5秒的短视频里 快速的数一数 大概有10辆灵车等在殡仪馆的外面 就是要去进行火化了 这位短视频博主 他打出的标题是 自从疫情放开以后 火葬场却排队了 以前没有下午场 现在却又加了夜场 老年人老年病根本扛不住 以上说的是经济的一些细节 接着把目光往南来看一看 12月21日的上午 有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真的没人来农村的殡仪馆看看吗 他说的农村是指湖北的某一处的农村 他自述 唐叔因病过世 到殡仪馆火化 前面排队的就有六七位 等的时间呢 又来了接二连三的人 工作人员说 一上午就火化了三十人 根本就忙不过来 他没有提新冠两个字 但展现的显然就是 眼下中国所谓的放开之后 最新的情况 明镜追击没有联系 前面提到的天津的博主 以及湖北的那一位博主 中国在12月20明确了 新冠死亡的标准 就是由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 呼吸衰竭 是死因的话 那归为新冠感染导致的死亡 那因为其他疾病 基础病 发作导致的死亡 尽管是有可能 新冠病毒诱发的 但是这样的死亡 是不归类为新冠导致的死亡的 所以前面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啊 宾馆外面排着 对 净火化炉的人呢 可能 很多 是没有办法归类为 新冠病毒死亡的 那如果按照中国这样严格的 统一的口径 中国的病死率 不排除要低于 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抗疫有党生 以及亚洲范围内的 抗疫有党生新加坡了 新加坡最新的新冠病死率 就是判定为新冠死亡的人 在除以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 新加坡是0.07% 如果说中国持续这么严格的口径 那最后呢 很有可能会低过新加坡的病死率 除了死亡之外 中国可以说很多地方啊 存在的买不到药的情况 看不上病的情况 比如说输液非常的困难 这样的情况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都加剧了人们 心中的一种不安和恐惧 确实很多家里都有老年人 80岁往上走 不少都有基础疾病 所以对有这样的老人的家庭来说 死亡真的一下子非常的近 接下去要说第二种恐惧 是一些含混的信息带来的恐惧 包括一些专家在这个中间 也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非常突出的 要提到的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呼吸和微重症医学科的主任 王广发教授 他关于北京重症高峰 未来一两周就要到来的这个说法 被中国大陆的媒体 港澳台的媒体 广为转载 还有一些西方的媒体 都有相关的报道 其实可以看到 王广发主任 王广发教授 是没有在占有数据的情况下 向外披露他的这一观点的 明镜追击 联系到了一位非常权威的病毒学家 但是因为现在形势 对专家来说比较的敏感 所以他强烈要求必须匿名发表 先看看王广发主任教授 关于新冠重症的一个判断 就是他说 现在的确看到奥米克戎 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传播力越来越强 致病力越来越弱 但我们也看到 北京主要流行的BF.7 绝大部分其实是有症状的 汇发高烧 带来的重症病人也比较多 当然现在还没有统计数据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多少重症 但这和我们过去看到的 媒体报道情况 是不一样的 关于这一点 那前面提到的 民进追接联系到的 知名的病毒学家 就特别提到 王主任当初是没有发现 武汉有大量感染者的 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 现在王主任可能再犯同一个错误 没有统计数据 重症比例是多少 目前是没有办法判定的 这位病毒学家还特别强调 发高烧并非重症的诊断标准 目前大多数发高烧的病人 按照中国的第九版的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是轻症 不是普通型 也不是重症 这位病毒学教授还补充 那因为没有影像学的证据 把这些人啊 就是发烧的这些人呢 又归入无症状感染者是不对的 那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所谓的轻症就是临床有症状 那它和普通型的区别是什么呢 轻症是没有肺部的阴影的 到了普通型往上走 重症 微重症 是有影像学的肺炎表现的 这位病毒学家还特别补充介绍 或者说强调啊 北京的情况什么样的呢 北京市目前抗原检测试剂 严重不足 无症状感染 以及轻症很难发现 这一点与当初武汉情况相似 透过这位病毒学家的说法 因为他用了一些学术上的表达 但是把它理顺了能够看到 北京的目前的情况是非常的混乱 而且王主任 王广发主任呢 把发烧和重症 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做了一些关联 所以呢 它很大程度上就会引发恐慌 王广发主任 在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 那是2020年的1月份 他确实是去到了武汉 看了一些报告 也接触了一些临床的病人 那他认为呢 武汉的疫情是可防可控 当时他也感染了新冠 但是他没有改变这个看法 1月23日 中共中央是决定对武汉进行封城 那1月23日 2020年1月23日 王广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表示 我仍然认为武汉的疫情是可防可控 接下去再来看一看 王广发医生啊 在提到了重症高峰的时候 他特别就分享了他的一个观点 也是流传很广的一个观点 他强调 千万不要觉得新冠一定会越变越弱 它的变异方向在人类社会也许是这样的 也许不是这样的 在动物界的演变规律更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有关部门不能仅研究 从人类社会分离到的新冠毒株 还要有人去做动物界的新冠病毒监测 看看变异规律怎么样 如果动物身上出现一些对人类易感性更强的毒株 传播速度也更快 同时致病力也更强了 那我们真的要提高警惕了 甚至还可能出现现有疫苗完全没有保护作用的动物界的毒株 那关于这一点 明镜追击联系到的病毒学家就特别强调 在人类优势流行的BA.2 BA.5和BF.7等奥密克戎毒株 并非来自动物 水禽及其他动物的病毒跨种传给人类需要监测 但这是小概率事件 其他动物中有成千上万种有可能感染人类的病毒 新冠病毒不是唯一一种 其他人类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的跨种传播都要长期监察 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从人反向传播到动物的新冠病毒又再传到人 引起大规模的感染 对此不必过分担心 这位病毒专家还特别就强调或者是回应了王广发医生的话 在新冠病毒世界大流行中 从未出现如下情况 他援引了王广发的原文 动物身上出现一些对人类易感性更强的毒株 传播速度也更快 同时致病力也更强了 甚至还可能出现现有疫苗完全没有保护作用的动物界的毒株 那这样的情况 王广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 从未发现过 更没有出现这些毒株再在人类引起大规模感染的情况 所以切记拍脑门 切记凭空猜想 关于王广发医生所提到的 北京已经是疫情海啸这样的情况 这一位病毒专家 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认可的 他说王主任讲的对 北京确实已经发生了疫情海啸 重症高峰和死亡高峰也确实会比疫情高峰之后 各医疗机构应该做好准备 严阵以待 北京市和中国的国家联防联控机制 也应加强协调 采取超常措施 将减少重症 减少死亡 落到实处 将责任压实 那么北京市和国家是应当实事求是 将疫情高峰到达的基本数据和预测 公开化和透明化 以安民心 同时让不同专业 不同地区的专家能够提供意见 那么回到王广发的具体的他的预测呢 这位病毒学者就特别强调 北京市疫情高峰 是人未到来或已经到达平台 或是已经过了平台期 只能根据实际的数据来判定 以上就是这一位知名的国际上的病毒学者 在独家透过明镜追击回应 王广发他发表的疫情海啸 以及重症高峰时候 主要的三点内容 客观来说 专业的学者在科学层面进行博弈 进行辩论非常的正常 有的时候真理也是越辩越明的 透过这一位病毒专家的话 那其实有三点有必要再强调一点 第一点就是北京应对疫情 到底做的怎么样 那至少透过这位专业学者了解的信息来看 是非常的糟糕 抗原检测试剂不足 无症状感染以及轻症的又很难发现 第二点就是 王广发主任 他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 比较大幅度的去谈重症高峰 这个是合适的吗 第三点 这位病毒专家就特别提到 对于未来新冠病毒 它可能的变异的走向 特别是说新冠病毒的毒株 它有一种变种是可能从动物又传到人 而且毒性可能会更强 这个说法呢 被病毒学者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在拍脑门的 那姑且不说这位病毒专家一定是对的 但是能够看到 关于从动物到人 新冠病毒致病力会更强这个说法 那是需要商榷 需要探讨 需要更多的数据来佐证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放出这样的观点也是要慎重的 因为不少普通的中国人最后呢 是被所谓的专家给吓死的 因为所谓的专家 而活在恐慌之中的 讲到专家 最后快速的提一提 普遍被认为是中国清零派技术官僚代表人物的吴尊友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传染病专家 12月17日啊 他做了一番演讲 其中就特别又 把上海的情况专门拿出来说 您可以看到 这个是吴尊友 他的讲话的一个PPT的页面之一啊 他说大陆低病死率是病毒致病性弱 还是防控效果 那么可以看右边啊 病死率2022年 从1月份到6月份 上海的病死率0.094% 中国的除上海之外的病死率 0.0016% 那是远远低过上海 再看左边的这个文字 为什么上海的病死率 是全国除上海的59倍 控制疫情规模后 预防了感染发病的人数 少了死亡人数 也就自然减少 所以大陆观察的病死率 更多的是防控效果 并非新冠自然病死率 吴尊友博士还非常直接的批评 上海的超额死亡是非常高的 具体到数字呢 就是整个上海的疫情啊 超额死亡367.6个百分点 其中80岁以上的人超额死亡 就是叫没有疫情之前的死亡 是达到了百分之四百七十五 吴尊友博士 那想证明中国的动态清零 在过往三年确实是发挥了 比较大的作用 包括在三月份 奥米克戎病毒的毒株 已经成为了全球的主流毒株之后 仍然发挥作用 他是想证明这一点 但是把上海的数据 又拿出来做一个比对 即便是一些业内人士看来 觉得都是比较的唐突的 因为上海是精准防控派的代表 在这样的代表之中 张文宏医生又是非常抢眼的一个人物 现在回头来看 中国的媒体对他的报道非常的多 很多人呢也觉得 张文宏很早关于新冠病毒的判断 是准确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上海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组长 是李强 当时他是上海市委书记 现在呢已经被认为铁定 就是明年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而且上海社科界的人士 曾经告诉明镜追击 李强是非常信任张文宏的 不只是老乡的关系 主要还是说在科学上 对他信赖有加 所以在这样的人事关系之下 在中国的疫情应对 已经从感染防控过渡到了医疗救治 这个大背景非常明晰的情况之下 那吴尊友12月17日还在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所以呢就是说 为什么业内人士觉得奇怪 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上海在4月份5月份封控之前 其实上海的专家们是尝试着做精准科学的疫情防控的 只不过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之下 闯关失败 所以已经被贴上了 清零派代表人物标签的吴尊友 12月17日还在做这样的一个比对 就是让外界感到比较的含混 一方面吴尊友说上海做错了 但是你回头来看 上海在封控之前 所做的一些精准化的防控 那回头比现在中国呈现出的一些混乱 包括胡锡进 这样的一些体制内的人物 也是这样认为的 说中国没有为放开做好准备 那上海其实是花了更多的精力 有更多的科学的精神在中间的 那1月份到6月份 吴尊友说中国做对了 那就很难解释 为什么现在又放开了 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现在专家普遍都提到 新冠奥密克戎病毒确实治病的能力 治命的能力是下降了 因为吴尊友是强调 中国死的人少 不是说奥密克戎 他造成的死亡率 自然死亡率下降 而是说中国防控的好 所以诸多矛盾在里面 客观来说 中国应对新冠病毒 在原始毒株以及早期毒株采取比较严格的 风控的措施 比较严格的去捞出感染源的办法 确实是保护了生命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也是主流的学界人物所认同的 但是在2022年3月份 奥密克戎病毒成为世界和中国的主流的毒株之后 中国的所谓动态清零 这个方式缺少变化 现在是普遍被诟病的 也普遍被认为是需要做很多总结的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防来防去 最后对易感人群 对高危人群有决定性保护作用的 疫苗没有打足 没有打够 没有打早 而随着中国的应对战略 从防控感染过渡到了医疗救治 现在突出的就是急救药 Paxlovid这种高效的抗病毒药储备不足 以及中国的分枕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说一发烧都去到三甲医院 那再怎么大的三甲医院都会出现医疗挤兑 又保护不了阳性感染的这些重症的人 同时呢也没有办法去呵护去兼顾到 没有得新冠 但是需要看病甚至要救命的人 当然不管怎么样吧 不管清零派怎么说 不管可防可控派怎么说 香港媒体在12月21日下午披露的最新的信息就显示 中国将于2023年1月3日起不再采取境外入境 前往隔离设施进行隔离的措施 将优化为0加3的政策 集中隔离为0 三天居家的健康的观察 那么香港媒体的解读 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的一年 即2023年起将全面开放 很遗憾的 不少人已经看不到这一天了 目前这些数据并不明确 同样很遗憾的 有些人在2023年1月3日之后的某一个时间节点 他们可能又会因为新冠永远的离开 某种意义上这是更大的遗憾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